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连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升为妙法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处 所缘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学习情有数》当中 今天讲《广说》 也就是说 厌离此生之方法的广说 广说分两个方面 就是思维寿命无常和思维下满难得 首先讲的思维寿命无常 分四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就讲的是 思维四起不定而观修无常 这个修法对我们来讲的确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开启修行门斐》和《扎嘎山法》 对修行也不会重视的 尤其是在相续当中的厌离心 厌离心是更不可能的 你如果没有一个无常观 出离心不能生起来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分析的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地听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宿命堕海极无常 犹如水泡为风吹 护起稀气 沉水见 能得觉醒极稀气 他这里作者讲 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 什么时候是谁也没办法固定的 因为每一个人来讲 来到这个世间之后 应该说宿命违缘非常多的 有外在的违缘 有内在的违缘 外在的 有人和非人的加害 还有地 水 火风 以及各种世间的灾难 这些来充斥着我们 所以也很危险的 然后我们内在 自身烦恼引起的各种疾病 各种四大不条的病 这样 众多内外的因缘所导致 所以我们的宿命非常容易受损害 可以说 在这个世间当中 让你存活的因缘非常少 而让你死亡的因缘相当多 很多人都是想 为了生存而使用的饮食 或者传着的衣裳等等 结果也是方法不妙而导致死亡 因此《宝马论》当中也是说了 说 寿愿何其多 生缘何其少 让我们生存的因缘 的的确确也是相当少的 那么寿愿可以说是突然而来 什么时候谁也无法固定的 就像《地藏经》里面说的 无常大鬼 不欺而导 无常的大魔鬼 你没有给他约定 不约而导的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导的 因此死亡突然降临的时候 我们只有五乎一鸣了 《入行论》里面也说了 死亡突然之 无乎了鸣修 我们死亡突然回来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在那个时候 可能产生一个念头 噢 我现在已经完蛋了 有些是能生起这种意念 有些也不一定生起这样的念 就像用比喻来说的话 在狂风四季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水泡 凉净净的水泡 它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破灭的 不可能有很长的寿命 同样的道理让我们世间上活着的每一个人 应该说是生存的机会是少之有少的 有些在呼吸间让你吸气 呼出气的 在这个期间没有死亡 也是非常稀有的 有些我们晚上睡下去 第二天早上心觉过来 在那个时候没有死下去 这也是非常稀有的 我们应该这样想的是 噢 我刚才呼吸之间突然就死了 那很快的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 我在呼吸之间不会死的 佛陀在《一教三经》里面说是 生命在呼吸之间 所以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真的是 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的吧 比如说吃饭期间的时候 马上倒在地上 那就没办法了 有些可能在上劫的时候 突然滚倒了 然后马上喊救护车 拉到医院里面的时候 早就已经断气了 没有了 有些晚上睡的时候都是好好的 穿着所有的衣食全部都是没有任何 但是早上没有醒过来 永远都是睡下去 这是我们以前学院里面 也有一些出家人是这样的 所以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世间上任何身份的人 死亡是非常快的 我们都有时候想 在坐车的时候 万一司机马上就在呼吸之间死了 我也跟着他死的 因为非汗车而死的 所以我们世间上 种种灾难和一些不定的因缘 我们的生命的确也是没有什么很保险的 没有什么很可靠的 或是金不舍 安逸死费力 寂天不舍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说即生当中 或者今天肯定不是的 或者这一年我肯定不是的 自己在放逸当中 在快乐当中过生活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缘品里面说明日死睡之 今日荡精进 我们明日死很难说的 所以要有时间 要一定要现在都开始精进 要当下都精进 不能明日复明日这样 最后自己修行的佛法 根本不能成功的 因此一般世间的人 当你死亡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有把握的 不过现在世间人也有一些说面对死亡很安然 快乐的 以前印度斯人叫特格尔 他也是这样说过 他说 我热爱生命 我同样也热爱死亡 但我看了之后 我想如果是一个凡夫人 那年自己的生命 真相还没有搞明白 那你说一点都不怕 恐怕是一个大话 如果你真的面对生死轮回 有一定境界的大修行人 那说这样的好言壮语 也可以说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否则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是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把握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爱闻思 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闻思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每一个众生一定会要面对这样的失望 当你失望大限来临的时候 我们看自己的修行境界 或者对失望如何面对 如何是对待的 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扪心自闻 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很大的把握 那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 也应该修行 最起码也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正能生起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无有任何事业的 这样的一种出离心 对世间真正生起了一种严厉心 如果你产生这样的依恋 在这个基础上 你修任何一个法都是可以很顺利地成功的 如果你这个基础没有打好 那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在学院闻思的很多法师 包括我们的一些辅导员 有一定智慧的人 对无常这样的道理 可能说了很多年了 包括我在内 我也是寿命无常 人生难打 这句话已经重复过 无数次了 可是我自己的心相续当中 有时候观察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修行 没有一定的修行 那我们对死亡如何对待 尤其是真正当你死亡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密宗当中所讲到的 中阴里面这些教授的引导 有没有这方面的境界 没有的话 平时你祈祷上师 祈祷阿弥陀佛 自己有没有有所准备 如果没有准备的话 的确是我们死亡 还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在这方面早有一些准备 一旦真的自己或者可能发现 已经得了绝症了 已经病入高荒 没办法恢复 在那个时候 你不会灰心失望的 一定安住在自己的境界当中 也许我们有些人 出现暴死 恨死 不一定有这样修行的长远极传 但是那个时候你一刹那间当中 也是一念散发 一刹那间当中也是一念 就像《妙闭情闻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观想佛陀等等这样的信念 也能可以转生到清净刹土 所以我们始终都要观这样的 殊胜无常观世机器 非常的重要 好 下面讲到思维 彼此无疑而修无常 这个颂词这样读的 生机成灰 肝腐烂 终究不尽无视者 当知一切皆毁灭 各自分散知自行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 虽然我们宿命是无常的 但是我的身体应该不会毁坏的 很多现在世间人在耳边 怎么样讲无常的道理 是他听不起去 他还要执著自己的身体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你应该想一下 身体的最终变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要想到 每一个人你要观察自己的 骨肉组成的身躯 你只要观察 最后不能看出 每一个众生一定会死亡的 就像《百年华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有生必有色 有举必有善 只要在这个世间上 只要有降生 那么最后一定会死亡的 既然你死亡的时候 那我们的肉体 可以说很快的时间当中 必须要处理 不处理肯定不行的 包括你最爱的 最喜欢的那些家人 他们也讨厌你的尸体 赶快把它处理了 否则处得不行了 就开始提醒大家 一定要会处理 但处理的时候 有些人应该说是在身体做火化 做火化之后 最后变成一些灰 最后一把灰 现在很多人 自己的亲人送到殡仪馆里面 然后在那里面 等一会儿一下子就开始变成灰了 然后灰去的时候 高高兴兴的了 因为刚才送过来的时候 是完整的一个尸体 然后你灰去的时候 拿一把灰 就高兴地灰去了 是高兴还是痛苦呢 这是我们死了以后 也有这样的 还有些人 你的尸体放在一些干阔中 或者一些悬崖里面 没有人真正去处理 它可能会被风吹 最后慢慢 慢慢已经干涸了 变成干阔了 最后都是骨甲 只剩下骨甲 最后骨头也是慢慢 慢慢就没有了 变成干阔的 也有这样的 还有有些头脏 也可能腐烂的 还有一些水脏 有关讲义里面说的水脏 那么逐渐逐渐 你的身体腐烂了 最后也非常的可怕 变成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的身体 做天葬 做天葬 喜欢肉食的一些动物来开始淡食 他们就死掉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说 诸比丘 众人死亡之身体 有些做火葬 有些做土葬 有些做水葬 有些做喜患如食的动物 死掉等等 佛经当中对我们身体最终的状况 也有详细的描述 总而言之 最后我们的身体 可以说是肮脏不堪的 没有任何的食者 所以所有这些修学佛法的人 一定要知道 现在我们特别喜爱的 特别珍惜的 对自己的身体 哪怕是赐入一个小小的增业 是不愿意的 非常疼爱的身体 到了一定的时候都不会让你 永远都是这样保持爱护的 最后没有任何的食者 一定会变成毁灭性的 他故与我体细节毁灭法 我们寂天论师也是说了 别人的骨头和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用智慧来想想细细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是毁灭性的 全部都是各自散落 可以说全部是支离破碎的 没有一个是可靠的 这种肢体 对任何人的身体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想到 对现在各自身体的执著 当然 尤其是愈见众生 尤其是我们人类 很多人从早到晚 确确实实是 对保护自己身体方面 特别地讲究 特别地执著 有些老年人要想吃各种各样的药 为了把身体弄好 但是你吃什么样的药 最后也不可能得长寿之明的果位 一些年轻人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想保养身体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并没有永远不死 而获得长生不老者 我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明白 自己身体的状况是什么 一旦真正受到一些违缘 或者疾病的时候 没有必要心罕意乱 应该安住在自己以前所学的一些境界当中 同时对佛陀的教法 生起坚定不移的信心 佛陀有关经典里面 早就告诉我们万法皆无常的道理 这种道理以前都是口头上说的 今天在我的身上已经体现了 每一个人如果这样修行 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应该可以天然 安然面对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无常的观念 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思维塌裂而修无常 思维塌裂而修无常 大地山王与海阳 终为凄烈日所分 有情化为乘无欲 若小人生其堪言 那么这里有些人可能认为 虽然身体都是虚幻不适的 但是应该可以说 肩不可垂 脑不可破的一些世间 七世间的 包括山王 大地 须弥山 以及七大海洋等等 这些应该会永远生存吧 永远长久吧 因为七世间生存的寿命比较长 而有情世间可以说 随着春夏秋冬 无常的吞没 最后会死亡的现象是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这样一来 这种想法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的确也是世间当中 所谓的金刚大地也好 或者是七座宝山 七大海洋为主的 世间的各种七世界 四大不足为主的世界 那么这些世界 暂时我们也 不管是佛教的说法 或者现在天文学家的说法 在这个世界 可以叫地球 这个应该寿命比我们人类 想比较起来要长得多 可是它是不是永久不毁呢 绝对不是 最后按佛教的说法 也七个烈日 七个太阳出现 最后也可以说 七火 以水 风来摧毁整个所有世界 最后变成一大虚空 大家都也应该清楚的 所以乃至大地也好 日月也好 全部没有一个 被无上不吞的法 大地即日月 时至皆归金 未曾有意时 不被无常吞 在《佛说无常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意思就是说 整个世间的 广大无边的大地也好 然后光明照耀整个世界的日月 以及世间上的一切万事万物 最后都归属于毁灭的状态 在这个世界当中 没有一个事物不被无上吞掉的 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 所以三界轮回也好 万事万物 七世界 又七世界 全部都是无常的 以前佛经里面也是讲了 三界无重 无常如秋云 有情生世如关系 其他有些经里面说是 三界无常如秋云 有情无常如岁月 有可能不同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七世界的三界 就像秋天的白云 现在藏地蓝天白云一会儿显得各位庄严 美丽 但是一会儿的时候 消失无中无印 所以整个七世界的三界 就像秋天的白云一样 没有任何的可靠 而有情世界的众生 就像我们看戏一样 你们看过戏吧 看过戏的话 演戏的人一会儿这个动作 一会儿那个动作 一会儿恶鬼的动作 天人的动作 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他就可以千字百态 可以显现种种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 所以全部可以说是无常的 因此说 我们要知道整个外面的七世界 全部都是为七日焚毁 当然七个日的说法是不同的 有些经典里面说是七个太阳 次第的出现 焚毁整个七世界 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说法就是一个太阳 这一个太阳具足七个太阳的热量 但是我记得《五个光尊者》在《大圆满信息修习大书》里面 讲的说 经里面说的这两种说法当中 实际上是具有来具质的 热度的一个太阳 焚毁整个世界 最后把尘埃全部被水吞没 然后风一吹过后 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大虚空 其实这种说法 我觉得现在科学的说法 也是非常相同 虽然科学并没有与我们的所缘 但是科学家认为 太阳的宿命也是一百亿年 现在还有五十亿年 最后五十亿年已经过了以后 太阳的整个天体就膨胀 膨胀以后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火星 然后这个火星靠近它的水星 金星全部都是烧干 最终把地球也要吞没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五光尊者的 好 记得是信心修习吧 应该是五光尊者 信心修习里面的这个话 跟科学的这种说法 最终毁灭地球的方法 说法应该完全是一样的 不管是火星来吞没也好 一个太阳具有强烈温度来 整个摧毁整个世界也好 反正最后全部用火来摧毁 当然科学家和天文学家 他们的说法也有不同的 有些还有一些说法 说是火星或者水星碰撞之后 也通过它的引力 最后它的一种能力摧毁地球 也有这种说法 好像几月份 几年念族的时候 也是澳大利国家的一个科学家 他们也认为有一个天体火轮 旋转之后发射干嘛光 那种光 然后毁坏地球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个光 可能也是就像核辐射的能力一样 可能也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可能最普遍的说法 所谓科学的说法 也是实际上是用火星来吞没地球的 那么我们佛教论里面讲 用太阳最后毁坏整个世界 那这样现在所有的世界 连一个灰尘都不剩下 因为有情世界 按照居士论的说法 早就都已经迁移到别的世界去了 所以在欲界当中 所有世界的众生 连一个微尘虚 也是在这个世间上不剩下的 何况说 我们现在的 若不禁风这样脆弱的身体 还能永远常灾 永远不会被摧毁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想到 自己的身体 没有什么可靠的 整个其世界也好 友情世界也好 世间的整个 就像《天行》里面所讲的一样 从高僧大德也好 世间天人也好 很多无常的比喻来说明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 没有什么可坚固的法 没有什么可值得十有的东西 因此始终都是有一种 我什么时候会死亡的 始终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无常观念 那都是非常好的 以前噶当派的很多格西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把碗口下 认为明天肯定不会再的 晚上肯定在汗水当中会死掉的 这样的一种修行观 所以我们平时修得无常特别好的话 就觉得有一种紧迫感 我现在马上要修 马上不修的话 那无常到了以后 那个时候要修行 来不及 那个时候连一个阿弥陀佛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很多人应该有一种无常观 没有无常观的话 我现在没有时间修行 再过十年以后 我准备退休 退休过后 我把儿子送到大学 然后我到你们学院来准备出家 那个时候上师 你一定要舍受我 那个时候连我都不在 都已经变成一个长途 尘埃落天 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化为无有了 所以很多人没有无常观念的人 说起话来的时候 稍微学过无常的人 听起来都是非常可笑 但是也不敢当面笑 只有悄悄地在心里面 微笑在心里 心里的微笑 一般人看不出来 只有下面讲 持当舍意 如是无常欲物 无依无火 无存储 轮回无时如霸角 人均如心当眼灵 那么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 应该整个 里里歪歪 零零种种的 所有万事万物的法 没有一个可靠的 全部都是顺心万变的 无常的 全部都是无有任何 使者堪能法的一种无恶 全部都是无恶的 这些本性 可以说在世间当中 没有什么能救护你的皈依处 也没有什么能饶益你的护处 护处也没有的 更没有 让我们永远都是不死 而安住在一个安生之地 绝对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上上下下 可以说上至飞飞相天 下至无间地狱以上的 所有的这些形形色色 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使者的 包括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以及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没有任何使有的 就像八教授表面上看起来 都是非常庄严 各位明丽 可是你如果一个一个破开的时候 里面没有实质可言的 同样的道理 上上下下的一切万法 不管是感情也好 生活也好 你的钱财地位 以及名声等等 一切的一切 你真正用一些瑜伽的智慧来 进行剖析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 龙猛菩萨非常悲悯 说人中之王的乐性国王你 你的心当中一定要对轮回 生起强烈的厌离之心 如果你没有生起厌离之心 那其他的一些大法 也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 所以在座的各位 地的确确首先要修无常 通过无常自相续当中要生起 对轮回的厌倦 或者厌离之心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很多修行人就问 你得过没有大圆满灌顶 你得过没有最无常法 息解脱得过没有 上师心地得过没有 从上面往下问 你幼儿园的 还没有读的时候 你读过没有大学 可能有点可笑 其实真正是 我们以后要问的话 你修过没有无常法 你生起没有出离心 如果有 那你修过没有无家心 应该这样来问 次第应该是这样的 否则恐怕有些修行 根本是不能成功的 以前宗喀巴大师也是说过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对轮回没有生起 强烈的厌厉心 那这样虽然表面上 自知不觉地已经闻思修行 可是最后不能超越三恶趣的因 所以说 一些生起之地和圆满之地 等等一些高僧莫测的法 暂时应该守着高阁 先应该认认真正地修持出离心 一直在相续当中 生起出离心为止 已经讲过这样的教言 同样以前藏传佛教里面的 请求巴大师 他也是说过 如果我们不能了知 对轮回生起厌厉之心 那么更不可能超出轮回 所以说 我们首先应该要想到 真正的一些无常观念 如果这个无常观念没有修好的话 恐怕修行不会精进的 如人数百岁 怠惰不精进 不如生一日 灵力心精进 在《法剧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 如果一个人活了一百岁 但是整天都是邪态 懒惰 一点都是不精进 恨恨恶恶的状态当中混日子 但这样 不如人活一日 一日当中精进 那功德是更大的 如果你没有精进 即使你住世百年 那你的智慧 你的功德无法增强 所以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每个人应该把时间 应该掌握去 如果没有掌握 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如果自己对自己 没有一个严格要求 好像一天的时间 也过得特别快的 一天当中不要说 十分钟一眨眼十分钟就过了 比如说 我要休息十分钟 然后我再看书 我再修行 让我十分钟 好像转眼就过了 马上就过了 本来我们十分钟 如果看标就插插插插 还是要一定的时间 可是我们的分别念 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成功 不管是做时间 出时间的很多事情 一辈子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看到有些高僧大德的传记 好像一辈子都根本 不像人活的几十年一样 他好像活了好几百年一样 他所做的有些事情 但这个为什么呢 他会有时间 而其他人恐怕是不行的 这样以后 我想这个人的精进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前我们读小学 中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古代的诗人所写的一个诗 叫做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成 然后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清 有这么一个偈颂 所以这个词也是古人的词 讲得也是非常好 而且里面的内容 我都经常想 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 里面的内容很深的的确也是 我们一年当中春天是很关键的 如果春天没有播种 春天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包括我们现在学院修一些建筑 这些春天没有做好准备一年都肯定不行的 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说 我们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要求大家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要修行 每一个人应该心里有个打算 现在半年都过了 不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讲的 一天还是早上很重要的 如果你早上起得早一点 不管是功课也好 背诵也好 修行还是可以的 你一直睡到十一点钟 起来的时候 半天就过完了 没有希望了 再说 世间人确确实实是作为一家 和睦相处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特别的可怜 很痛苦的 为什么呢 没有和谐 没有和好 这样以后你有再多的财产 再多的房屋 教持都没有什么用的 尤其是我们最后一句 一生当中一定要有精进 没有精进的话 无常的墓很快会到的 所以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你也修不了什么法 为什么像法王如意宝他一辈子当中念了九亿信咒 然后佛法利生的事业如是广大的 讲了多少经啊 所以我们凡夫人的世间和 为什么这些高僧大德的世间有时候强差那么远呢 比如说法王如意宝已经住在世间当中 是七十几岁的时候圆寂的 活在七十多岁的人 甚至有些人是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的人 可是九十多岁的这些人做的什么 我有时候想圣者和凡夫当然在学习方面也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也应该抓紧时间 紧紧地修无常和修出离心 下面是思维下满难得分三个方面 众所转普通人身难得之力 别所思论之人身 还有思维远离违远八无瑕之力 首先第一则分二 其中第一个 说是宣说转为人身难得之力 大海漂浮目恶空 欲归相遇极难得 旁生转任何教辞难 古往修法据事矣 他这里当然我们每次讲一些前行的时候 都引用过教证 他这是佛经里面 也是一个比喻来说明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比喻 并不是真正有这么一回事 这种比喻让我们要明白 非常难得 尤其是修行佛法的人非常难得 怎么样难得 比如说整个世界 无边无际的 亡样大海当中 有一个盲鬼 这个盲鬼悲念当中出来一次 而大海上面 漂浮不定的有一个木鹅 木鹅上面有一个空 但是偶尔的机会 虽然无际并不是经常出来的 而木鹅并不是他住一一处的 它是被东风和西的风吹来吹去的 但是以二的机会 盲鬼的头插入到木鹅的空里面 也有这样的时间 与这个比较起来 我们一般的众生 从旁生当中 转为人生更为困难 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这么讲的 如果旁生转为人生更困难的话 那饿鬼众生 还有地狱众生转为人生 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以这么说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也知道 现在旁生非常的可怜 我们人要转为人生 必须要 最少也是要受一份戒律 别解脱戒 可是这个因缘对旁生来讲 觉得也是没办法的 我们只能在他的耳边 念一点三宝的名号 除此之外 让他哪怕受一天的八观再戒 那没办法的 不可能他就变成了 就是比丘比丘丽 或者是居士 这样是更不可能的 然后他自己发起一种意乐心 对三宝恭敬称心 磕一个头 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旁生当中转为人生也是非常非常困难 那其他的众生 转人生更是困难的 那是不是所有善恶趣的众生 不能转人生呢 也并不是的 因为他们的相续当中 造在几万年以前 也有一些善法的种子 一旦这个世间和因缘聚合以后 它的种子可以树心 也有转人生的 偶尔的这种机会是有的 但是大多数 绝对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 我们得人生的确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此在《涅槃经》里面也说了 避上杀毒 增上灼劫 如恶之之 上教得人 人生为义 有这么一个 汉文《涅槃经》里面有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万毒可以杀在光华的墙壁上 一般来讲 全部都会掉下来的 但是它也是一种假设的比喻 也有偶尔停留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增见上 如果放戒指的时候 也有偶尔的机会 会有停止的 但是我们从善恶趣当中 转人生的话更是 可以说 这个是也有偶尔的机会 但是转人生的话更难的 转人生的话更难的 所以世间人 大多数的人造恶业 而且转到善恶趣里面 这样的众生是非常多的 我们沿往现在的时间来 每天都是杀生 每天都是造恶业的 那这些凡夫人 大多数都是入于地狱恶鬼旁生的 《中观四百论》里面也是讲过 由于诸人类 堕持不善品 以诸一生堕堕于恶趣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大多数的人类 行持不善品 行持恶业 行持恶业的原因的话 大多数的凡夫人都堕入于恶趣 堕入恶趣的众生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要想得到 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转成人生上难得 何况下满皆具足 《中般若经》里面 转成一个人生 也非常难得的 更何况说 真正具有十八下满的人生 十八下满的人生 真的是在多少个人当中 一千个人当中有多少人 我们可以观察 可以衡量 这样通过修行之后 最后也真正知道 人生是极为难得的 还有一些《体威经》 《体威经》里面也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在虚名山顶上 有一个人掉一根线 然后在虚名山下 有一个人拿着一支针 那个证言当中 偶尔的机会 这个线可以穿进去的 那么人生更难得 当然我们世间有些人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 可能觉得得人生很容易 哪里都是像蚂蚁窝一样 人特别多 其实的确造恶业的话 人并不是那么容易 人应该说 获得善趣的人并不是很容易 以前佛陀有一次到一个蚂蚁窝 看到密密麻麻的 很多蚂蚁来来去去的时候 感叹道 非常可怜 后来阿难尊者问 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佛陀说 很可怜的 欺负出世的时候 这些蚂蚁还是当蚂蚁的 因为他们自作自己的身体 一直没有得人生 一直转生到旁生当中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没有行持善法 没有持清净的戒律 那么以后 真的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因此我们应该要想 得人生是非常难的 有时候也是在三宝面前 自己好好地祈祷 我这样获得人生 一定要具有实在的意义 并不要像现在的世间人一样 每天都是吃吃饿喝 造恶业 然后人生几十年晚了 就已经晚了 一生当中没有做什么善事 全部是做的恶业 这是非常可怜 又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人也是 的确是 获得了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候 拥有如意宝的时候 自己要使用 一旦失去了 最后后悔磨叽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具有 实在的意义相当重要 那么下面说 前者以此人生造罪业 谁已保释知经济 清除肮脏 恶陀物 专身为人造罪业 愚智相比更愚蠢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有宋舌等各种七宝装饰的 镜子的一些精气来 清除一些大小便 不净分 不净分 这样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他的 牵责他的 本来世间当中 所谓的纯净作的任何物品 人们都认为它的价值很昂贵的 我也在想 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 比如说运动员也好 任何一个比赛的时候 那最高的价是金牌 金奖 银奖 铜牌 所以两千多年前的龙猛菩萨时代的时候 也是人们最贵的财物就可以说是金子 那么如果金子的一些用具来 开始烧厕所的话 恐怕大家都会说他 比如说奥运会的金牌 那个金牌不做什么其他的 偏偏都是用少富金分 或者偏偏都是用这个 大家都觉得这是太愚痴了 那么珍贵的东西 那么好的东西舍不得用 而且他用成这样 大家都会说他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获得了极其难得 不管是从因缘上面 比喻上面 或者它种种功能 从各方面来比较起来 非常难得的 这样一个人身 好不容易得到 得到之后没有好好地行持善法 反而造罪业 那在这个世界当中 更没有愚蠢了 非常愚蠢 《入行论》里面也是讲了 既得持现象 若我不修善 自己陌生持 也无果持愚对 既然已经获得了 这样好的下满然德的人身 如果你没有修持善法 再没有更欺惑自己了 所以我们从佛教的观念来讲 真的是看见有些人 获得人身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行持善了 反而都是无恶不作 一切弥天大罪 他都乐意去行持 非常可怜 但是也没办法 有些众生的 夜里现前 佛陀的描述也是不可能当作的 因此我们只能默默地发悲心而已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有缘现在听说 如是无上圆满的佛法 这个佛法的的确确也是 对每一个人来讲 非常殊胜 应该说让我们无量的众生 可以从远离生死大海 而趋入究竟涅槃的境处 因此依靠这样的法来 应该解决自己的生死大事 才是应该明智之选择 否则我们现在已经得了这样的人生 杀生 喝酒 抽烟 以及做各种各样的一些 非法的事 那这样以后 我们吃了毒药 一定会是 它会最后生病的 最后会痛苦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造下了这样的罪恶 一旦我们感受痛苦 感受果报的时候 非常可怜 缓缓细细造恶业 然后苦苦地苦受报应 这是绝对不会起火的 一个因果规律的原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前普琼瓦格西 他也是这样说过 他说 如果我们获得了难得的人生 然后不造善业 就像一个人有珍贵的金器 就不用上一样 没有差别的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人生以后 造罪业 那把这个人相当于获得金子的金器之后 把它换成毒药一样 并且伤害自己的生命 没有任何差别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到 自己现在拥有这样人生的时候 一定要先要知道 自己是好不容易 已经行持佛法了 而且也是依靠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吧 现在知道是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轮回痛苦 所以这些道理 我们平时要经常思维 如果你对这方面思维的时间越长 越对你的修行大小坚固的基础 否则表面上今天在上师那里求个加持 得个灌顶 什么法都不修 什么法都不堪 明天到那里 也是受一个灌顶 加持 人给别人谈话的时候 啊 我看过《妙花莲花经》 我一直过某某大活佛 我念过净土宗的 什么什么阿弥陀佛名号 什么样的话 他嘴里面可以说得出来 可是心里面一点滋润都是没有的 一点条肉都没有的 在这样以后 最后死的时候 跟一般的世间平凡人 没有什么差别 最后可能双手抓胸 最后在痛苦不堪的境界当中 离开生命 以灵鹿虎 最后一切都是可以完结的 但是我们也是不希望这样的 难得这样的人生当中 已经有了最殊胜 最可贵的 这种解决一切生世大问题的甘露妙药 应该我们只要用上 只要去认真修持 可以说这是不可能 解决不了的 因此我们对这样的修行教言 大家也应该值得重视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背亲友书 我已经提了好几次 不仅是我们学院里面的这些出家人 我觉得学院里面的出家人 好像不当作一件事情 可能随随便便 很多人都不当作什么论典 但是对一些城市里面的在家居士来讲 这不是很容易的 确实生活压力很沉重的 有时候我也看见一些 出家人跟在家人的生活压力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为出家人的话 你说生活压力再大 其实没有任何压力 可以说 你的生活从来都是没有担忧的 没有什么顾虑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 而很多在家人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财产 但始终心里面有一种压力 这种负担 确确实实实对修法 也是带来很多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有压力 因为有一些责任 对佛法不屑一顾 这样以后 大好事迹已经擦肩而过 非常可惜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亲友书好好地学 学了之后 一定对你的相续有帮助 为什么呢 自古以来高僧大德 非常重视这些法 作为我们后学者 也应该值得认真去修学 这样以后 对自他多带来无比的安乐和利益 好 讲到这里 值得学 五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